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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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公司有并購加公司之后 就成功了 连并購都不一定成功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共同的文化 你共同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連共同的目的都沒有的話更慘 如果說只是某一個人有好處 另外一個人沒有好處 永遠只是提供資源 你知道嗎 一次OK 兩次OK 三次 你覺得你還會提供資源給他嗎 任何世界都要達到一個平衡 任何東西都是一個平衡的概念 永遠敲一邊或是第一邊是不好的 雖然一次兩次是可以的 可是長期來看的話有沒有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合作一定是對的 所以說如果說你的出發點 第一個 我認為說如果你的出發點是想 只是利用別人的話有沒有 來搭一個橋而已的話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合作模式不大會成功 所以說我會覺得說 共識的養成最重要 所以說共識的養成最重要 第一個 你要共同的誘因 共同的目的 共同的目標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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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